基督和所有的异教领袖 基督教的信仰和所有的宗教 分道扬镳 敬畏分明 背道而驰 什么意思啊 所有的宗教 都是从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和西安出发 进入边缘地带 进入山林 进入山野 进入江海 进入新山洞府 唯有神的儿子 从边远 从伯法基 橄榄山 加利利 拿撒勒 这些边远 零不见精串的地方 特别是在这个语境之下 从登山变向那个山上 比得要搭建 山上小庙的地方 启程 进入中心 我再说一遍 所有的异教的方向 是从中心到边缘 唯有基督 从边缘进入中心 遗憾的是 现在的主流基督教和异教 所讲的是相同的信息 这种宗教的路线 有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宗教 就是从中心到边缘的见证 是哪一个呢 佛教 释迦牟尼是王宫里的王子 突然悟到了 他要带领人类从王宫进入荒野 从紫金城到菩提树下 基督教要离开大城 遵循内地会的路线 要到边缘地方去 绕开城市中心 绕开君王 绕开王权 绕开所有的权力中心 进入边缘 在东方有一本文学名著叫 《红楼梦》 其实很多的名著 最后所走的方向都是这样 哎呀 看破红尘 我对这个世界完全绝望了 我离开 绝尘而去 去哪呢 苍茫茫大地真干净 泛舟五湖笑傲林泉 一夜偏周 自是不归 归便得 五湖烟井有谁争 突然从天上来这么一位 他当然也是来自一座王宫 那是天上的王宫 他进入这个世界 开始是在拿撒勒 被人藐视的地方 但是他最终力排众议 进入中心 这件事情如此重要 我们才能够明白 主耶稣为什么那样的责备 彼得背后的灵 说撒旦 退我后面去吧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 就是魔鬼在地上 盼望把所有有宗教感的人 所有的宗教运动 都逆转一个方向 远离中心 远离耶路撒冷 回去 彼得实际上做了两次这样的工作 第一次就是 当耶稣第一次说我 预言说我要去耶路撒冷 被杀 三日后复活的时候 他拦阻 第二次就在登山变象 这真是奇了怪了 这个彼得是计吃不计打的 完全不长记性 但是他这次做了点调整 说得很委婉 不要去我们在山上做三个帐篷 三个棚子 主耶稣再次说我要去耶路撒冷 但是今天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融入圣神 涉及到基督教核心的真理呢 是因为他是要胜过魔鬼 在地上所有的差异 所以撒旦 想把他在所有的宗教当中的胜利 夹注在基督教身上 夹注在耶稣身上 我换句话来讲 去不去耶路撒冷 是否介入世界中心 决定了你信的是不是基督 当我们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他就必须去耶路撒冷 因为基督就是王 耶路撒冷就要叫什么 那是王者的京城 西安是王者的京城 所以我们看这三组地理概念 实际上锁定了道成肉身的基本方向 太重要了 极端重要 伯法奇橄榄山东门进来 加利利拿撒勒边缘进来 方向只有这一个方向 耶路撒冷西安 耶路撒冷 所以荣入圣城不是 仅仅去钉十字架那么简单 他为什么偏偏去那个地方钉十字架呢 因为他要向世界的众王宣誓他的荣耀得胜 我们稍后还会展开来讲 耶路撒冷在旧约的一些语境 与我们所讲的融入圣城 密切相关 我只是提醒诸位 你说你信基督 你到底信的是哪一位 拨开了形式 你信的是不是释迦牟尼呢 基督教比佛教要狡猾 我说的是主流基督教 他开辩的第三个方向 就是在高山或者山野 江海和中心之外 他开辩的第三个方向 第三个方向是哪里 家庭 我就说呀 这个蛇真是比田野里一切的活物都狡猾 这一杆的插进去 是从一个侧面的方向进来的 它更加的能够融合吸引人性 基督教当代基督教实际上是在高山 变化山黑门山和西安山中间 开辩了第三座秋台 这座秋台 就是婚姻家庭神学 这套东西 比彼得的两次拦阻有效 实际上他们把耶稣 结束到了婚姻家庭里去了 忘记了去耶路撒冷 你仔细想 细思极恐啊 现在还有哪哪些教会在讲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得胜得胜 谢谢大家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